最近情报2024年的新奥雅克奥特曼国内首秀来了 没想到今年这么早 我还在感慨去年布莱泽奥特曼还没有开播 就在国内玩到了布莱泽奥特曼的变身器的时候 我还记得当时布莱泽奥特曼播出第一集的时候 我边看边同步变身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今年的雅克又提前了一步 雅克奥特曼还没有开播 就能够提前在国内看到雅克奥特曼的身影 这个确实还是第一次见 最可惜的是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 属实有点赶不上了 如果你在上海的话没事可以去看一看 可以在第一时间在国内目睹一下雅克奥特曼 Ultraman Ark 有点赶快奥特曼的 有点赶快奥特曼的 有点赶快奥特曼的